同学们 这一将我们学习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结 据说这个结是木匠的鼻祖鲁斑发明的 所以就叫做鲁斑结 鲁斑结的用途与丁香结很相似 用于将绳索固定在圆形物体上 常用在瘦力比较大的地方 单笔丁香结牢固 鲁斑结的打法很简单 我们一起来做 左手吃绳干 右手吃绳端 将绳端打在物体上 从上向下绕物体一圈 这是绳端在绳干的右侧 将绳端在第一圈的右侧 载绕物体第二圈 两圈绳鲁平行 再将绳端向左前方 压住前两圈绳骨 绕物体第三圈 绳头位于绳干的左侧 绳头穿过第三次构成的绳圈 收紧即可 大家可以认真观察 从正面看 构成鲁斑结的四个绳骨中 下面三个绳骨是平行的 都被丧里面的一个绳骨 压住 有吸引的同学会发现 鲁斑结和丁香结相比较 是不是只是在右侧多绕了一周呢 没错 是多绕了一周 这一周就可以增大摩擦力 所以 鲁斑结会比丁香结更牢固 由于鲁斑结 季节点摩擦阻力比较大 因此 绳结不容易滑动 有前辈教给我另一种打鲁斑结的方法 季节点的摩擦阻力更大 大家看 左手持绳干 右手持绳端 将绳端搭在物体上 从上向下 绕物体一圈 这是绳端在绳干的右侧 绳端向左前方 压第一圈绳骨 在第一圈左侧 咬第二圈 绳端再咬物体第三圈 这是绳头位于绳干的左侧 绳头穿过第三次构成的绳圈 收紧即可 鲁斑结绳干受力方向可以呈锐脚 甚至水平方向拉也不会滑脱 大家要注意 水平方向拉鲁斑结时 受力方向应该是前两圈绳骨所在方向 同学们 鲁斑结在绳子受力的情况下也可以打结 适合于既固在圆形物体上 但几乎在方形物体上容易滑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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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